该网络漫画的名称为《分配男性》 由索菲拉贝尔绘制和撰写 这部作品是基于她作为跨性别女孩和女人的经历 这部漫画和系列杂志讨论了性别规范和特权问题 该书于2014年10月开始出版 目前仍在进行中 以英语和法语出版 该网络漫画将作为印刷选集 在Lebel的线上商店上发布 网络漫画指定男性的创作者是苏菲拉贝尔 关于她作为跨性女孩和女人的经历 这部漫画和系列杂志讨论了性别规范和特权问题 该书于2014年10月开始出版 目前仍在进行中 以英语和法语出版 该网络漫画将作为印刷选集 在Lebel的线上商店上发布 综上所述 网络漫画指定男的创作者是苏菲拉贝尔 网络漫画指定男性于2014年10月开始创作 目前仍在进行中 基于她作为变性女孩和女人的经验 这部漫画和系列杂志讨论了性别规范和特权问题 该书以英语和法语出版 并将作为印刷选集 在Lebel的线上商店上发布 总而言之 网络漫画指派男性于2014年10月开始创作 目前仍在进行中 苏菲拉贝尔 Sophie Lebel的网络漫画指定男性的主题是性别规范和特权 这部网络漫画以拉贝尔作为跨性别女孩和妇女的经验为基础 讨论性别规范和特权问题 该书于2014年10月开始出版 目前仍在进行中 以英语和法语出版 该网络漫画将作为印刷选集 在Lebel的线上商店上发布